我从意大利回国了 2023年我在意大利过了一段很特别的打工生活 相对来说在意大利同样的工种同样的付出 比国内的收入是要高的 但是我还是觉得这种非创造性的工作 是没有成就感跟没有乐趣可赢的 我在之前的视频也说过 这种工作对我来说做久了总有一种会病傻的感觉 我现在很佩服那些长期打工的人 特别是那些超时干活的人 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能做到的 但是我从来不觉得我是一个很懒的人 我以前在其他视频也说过 吃苦奈老应该是用来形容驴 形容牛这些的 人的话可以吃苦 但是要挑食一点 不是什么苦都随便吃 如果有一种苦是有乐趣的 不给工资 我可能也会自动加班去做 听说马斯克也是一个工作狂 经常干活都舍不得下班 在公司里打地铺 我觉得一个人努力在自己热爱的工作上面 这个才配得上勤劳两个字 我回来这段时间我反复在思考接下来做什么 我估计应该不再打工了 回想起我过去做视频的这段经历 感觉做自媒体还是能给我带来一些成就感 特别是收到一些高质量的评论的时候 真的有时候会兴奋一整天 所以我决定从操就业 重新再来继续做自媒体 过去段段随随做视频的经历 对我来说相当于自我训练 那现在开始当然要有不一样的开始 我这个游说频道即将进入2.0模式 这期就简单的预告一下几个头 祝大家在新的一年有趣健康 下个视频见